马来西亚古镜四季志工 利用一千支回收宝特瓶 打造水利坊 在岁木祝福现场传达环保概念 你不来做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说希望大德来参加我们岁木祝福 我们会有人来导览 跟尽量讲解给他们听 希望大家会有一个对水的心结重要性 当我看到这些 比如说这个水利坊对吗 我真的是感觉到 我们需要出那份小小的力量 来挽救我们的地球 制作过程很讲究 从收集同款颜色的宝特瓶 到堆叠成型靠的是团队力量 除了环保以外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一份互相帮助的是很重要 大家一起团结来一起完成一样东西 除了水利坊 志工还有另一项挑战 如何用450个米袋变成温室屋 开始第一次我们是用米袋 米袋来车的那种车线 那么有些米袋就可以车到 有些米袋不能车 可是车米袋的东西的那些机器呢 要跟米袋商界也是一个困难 我们就找师姑说会缝衣的 那么他们也很感恩 有很多位就出来 这个温室屋 我比较强烈的感觉是 进去的时候那个温度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 后来介绍说原来是温室物质的时候 我就原来做这一个温室屋的用意 是要让人家体验的 用回收来的米袋传达温室效应 提倡环保 送旧迎新之余 大家各有所获 相聚片刻却满载而归 大家汇聚服务员 大约新闻真善美之宫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在